我本是一名大三学生 继承家中一波顺利考上国内顶尖的医科大学 前程一片大好 不料竟被女朋友和好兄弟设计陷害而锒铛入狱 入狱后家里药店受我牵连被查封 老实厚道的父母应不堪忍受 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谩骂和侮辱抑郁成疾 在我入狱的半年后相继去世 而我也惨遭毒打落了一身毛病 一年后我已病入膏肓 躺在冷冰冰的木板床上再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向药王爷大声许愿 如果我能重新来过一定要把中一发扬光大 然后让那俩个贱人血债血肠 没想到我竟真的重生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映入眼里的是白色的屋顶 还有嘟着嘴正在摇晃我胳膊的柳如烟 哎呀 都几点了你还没起来 你不是说今天周六带我去你家药店看看吗 我看着这张熟悉的脸 那曾是让我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的人了 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个看上去冰清玉洁 心力秀雅的女人 竟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钱财的蛇仙女人 在我好兄弟的花言巧语和金钱磷 右下投入了她的怀抱 并且两人合谋设下圈套把我送进了监狱 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宿舍对面的空床 问到石玉婷呢 我们的宿舍是双人间 石玉婷就是我的摄友 也是我一直认为可以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哈哈哈哈 怎么 睡醒了就找我不会让柳如烟吃醋吧 随着笑声和话语声 一个全身都是名牌的男子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着走过去坐在床上的石玉婷 再看看我身边站着的柳如烟 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浮现 出了当时法院开庭时的情景 你没有刑医资格证 你给谁治病都是在犯罪 而且据我所知 你还是一名医科大学的大三学生 就敢给病人看病开药 请问这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 直播庭审的法庭上 一位尖嘴猴腮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律师 正言语犀利地对着被告席上的我质问道 此话一出更是隐得全场哗然直播间沸腾 大学生治病无证行医 每一条都是相当诈列的消息 被告席上听到这些控诉我的脸色苍白了起来 说我没有行医资格证我认了 但说我谋财害命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你说我谋财害命那请问我害了谁 我大声地反问道 男律师倾笑一声他等的就是我这句话 随后看向旁观席一整言辞道 请被被告坑害过的受害者站出来 一起声讨这个草菅人命的恶魔 哗啦啦 煞时间旁观席上站起几个人来 见到这几个所谓的被害人我呆愣住了 因为这些人确实是我治疗过的 他们都是身患疑难病症四处求医没有希望的病人 胡家中药店有几样祖传秘方能够治疑难杂症 所以平时有很多别的医生 治不了的病人都到这里看病 这几个病人就是我放假时在药店帮忙治疗的 法官大人我要举报 就是这个恶魔卖给我们假药坑害我们 没错他不但骗了我们的钱还害得我们病情加重 最后还是到正规医院才看好的 对他就是个骗子必须严惩他 几名所谓的受害者证人一走出旁听席 便指着我口诛笔伐 甚至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冲到了被告席 对着我又挠又打 被法警拉开后还不依不饶地继续往我身上扑 李大娘你看清楚我真的害了你 我直视着这位妇女主动开口 当初治病时看对方一大把年纪 说得怪可怜的我不但免费救治 还倒贴了几百块给她 没想到我的善心却换了这样的回报 没错就是你你骗我喝了你家的假药 骗光了我十多万的养老金 说着还又扑上来给了我重重的一耳光 哪里还有当初的慈祥模样 望着几人丑恶的嘴脸 与当时治好病时对我的感恩戴德连声夸赞相比 完全是两副极端的面孔 我的心都在低血 我的善良为了狗 呸这种黑心钱都赚还配称作一个人吗 还说是一颗大的学生呢 就该把这种人扎烟了 做成标本立道展览馆警醒后人 旁听席上直播间里 键盘侠们也都跟风怒骂起来 场面顿时喧闹起来咚咚咚 心脆的法锤声敲响审批长威严开口肃静 尊敬的闪判长这些都是被告的犯罪证据 男律师趁机呈上一叠文件 同时笑着说出一条轰动的消息 这些证据是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善良女孩提供的 这个柳如烟小姐是被告的女友 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被告的邪恶行为 才选择大意揭发为名除害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证人在现场骂闪判长冷冷地问道 旁听席的一个角落里 一名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窃窃地站了起来 这个女人正是我真心爱恋了两年的女朋友 此刻却成了诬陷我的原告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害我 我看着她伤心地喊道柳如烟故作畏惧地看了看我 然后面向众人和直播镜头大意凛然地开口说 我不想让你再继续搓下去了 更不想更多的病人被骗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 柳如烟眼睛泛红 接着哽咽地说道 胡淼我都是为你好不要再搓下去了 只要你认识到错误 好好改造我还是爱你的 你你你你这个贱人 面对柳如烟装出的圣母绿茶模样 我彻底破防 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查的冷笑 继续流泪哀求将虚伪绿茶演绎到了极致 这时无论是法庭现场还是直播间 都是一边倒地称赞柳如烟小姐大意 咒骂我渣男下头 直到闪判长敲响法锤柳如烟装晕被扶下去 闪判长大声说道 被告人胡淼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我这时还沉溺在被爱人背叛的场景中 浑浑噩噩地摇了摇头 闪判长大声宣判被告人胡淼 吴正行医以治病为由谋取钱财 是病人生命如草芥毫无道德底线 经何一庭商议 宪判决如下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五年 赔偿所有受害人的精神损失费 和治病费用合计三百万元 令英胡适中药店为被告人提供吴正 行医场所现役查封并处罚款二十万元 本案审理结束现在退庭 听完判决我浑浑噩噩地被法警压着向外走 旁听席上母亲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我的名字 苗儿 父亲眼泪流满面地搀扶着母亲 哎胡淼你发什么呆啊到底去不去啊 柳如烟推了推我问道 是啊你们要去我正好顺路把你们送过去 石玉婷也微笑着说道 我看着石玉婷那张虚伪的笑脸 恨不得一拳砸在她的脸上 石玉婷和我是在大一的一场 关于医学辩论会上认识的 当时我是中西医结合系的代表 而她是西医的代表 我用家里祖传秘方治好的病例作为事实 用中医药理论作为医聚博的他们哑口无言 获得了那场辩论的胜利 没想到那场辩论以后 石玉婷就经常来找我讨论一些医学问题 后来更是调到了我的宿舍和我做起了摄友 单纯的我以为她也是因为喜欢医学和我志同道合 在她的区域逢营下我们的感情飞速发展 处得像亲哥兄弟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她是为了 我们家里的那几样祖传秘方 石玉婷家里是开支药厂的 辩论赛后她回家和她父亲说起了辩论赛 上我们家里用祖传秘方治病的案例 她父亲对我家的秘方垂涎欲低 只是她想各种方法接近我 把秘方弄到手 接近我以后也旁敲侧击地问过我 但是始终掌握不到药方的核心内容 后来又利用了柳如烟 想通过她得到药方 也没有成功 然后干脆俩人合谋把我送进了监狱 在我被陷害入狱后 她就这样把秘方骗到了手里 我父母知道被骗以后 自责不已身上的病更是血上加霜 这样导致了他们更早地离开的人士 现在在看到这两个贱人 恨不得把他俩挫骨扬灰 不过现在还不能冲动 我要冷静等待机会 没有机会就自己创造机会 让他俩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走了走了 送我你俩我还有别的事呢 石玉婷也站起来说 好好这就走 我站了起来快步向宿舍外走去 我怕多看他俩一会 我会控制不住情绪被发现异常 来到石玉婷的大计车前 石玉婷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柳如烟提起裙摆 自然而然地坐了上去 我知道这时候 他们两人应该已经勾搭到一起了 只是原来的我 单纯只以为是正常的女士优先 没往那方面想 我应该就是他俩眼里的二傻子 我坐到了后排座上 车子启动往我家药店方向开去 我记得这是大二时候柳如烟 第一次去我家药店的情景 记得柳如烟对我说我爱你 所以要爱你的一切 我要到你从小生活学艺的地方去看看 你的以前我错过了你的以后 我要参与进去 当时把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我甚至都开始憧憬 婚后两人的生活了 没想到他只是想去我的家里 搜集药方 然后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车到了药店石玉婷下了车 和我父母聊了几句就开车走了 他和我成为朋友以后经常 来往和我父母也熟识了起来 韩后的父母对他印象很好 柳如烟和我拎着在半路上 超市买的水果走进了药店 爸妈这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我和父母介绍道 叔叔阿姨你们好 柳如烟表现得很乖巧 好好好你也好 来来来快坐下 父母很高兴看上去 很喜欢柳如烟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 今年多大了家是哪里的 母亲亲切地问柳如烟 阿姨我今年二十一了 家是XX的 柳如烟面带娇羞地回答道 我在旁边看着柳如烟的表演 如果不是经历过 从表面看我也不会相信 她会是那样的人 但是现在不能拆穿她 我要稳住她 那你妈妈还要继续问 妈好了你看还有病人等着呢 我赶紧拦住 好好好那你们随便待着 阿姨去看看中午留下来吃饭啊 小苗好好陪着人家 好的阿姨 你去和叔叔忙吧 不用管我们 没等我回答柳如烟急忙回答 母亲笑呵呵地去帮父亲抓药了 如烟你在这做一会 我去帮我爸忙忙 天知道我现在叫出他的名字 会有多恶心 啊 胡淼你都会帮人看病了 现在独立看病还不行 有机会就实习一下 增加点经验 这是旁边有病人说 这附近谁不知道 小胡大夫是神童啊 从高中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看得可准了 不行不行 我还差得远了 我赶紧白手否认着 真的胡淼你可太厉害了 柳如烟做出来一副崇拜的表情 在一边等候的病人 也都善意地笑着点头 那胡淼你看病人 我在旁边也和你学习 顺便给你拍照 我知道他说是给我拍照 其实是想趁机拍摄 我们开的药方 他和史玉婷很可能这时候还 没想到利用我无证行医这件事 现在还只想弄到药方 但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中医药方千变万化 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 增增减减减几乎就是一人一方 只有掌握了基础 方结合祖传的治疗经验 对这几种 秘方所针对的病 做出相应变化 才能起到最好的疗效 所以只是想拍照 就能掌握药方 那是基本不可能的 等到柳如烟在我家 弄不到药方后 估计才会想出利用照片 告我这个恶毒的办法 好的但是你拍照 时要注意 不要把病人拍进去 注意人家的隐私 我叮嘱柳如烟 行你放心吧 我不会乱来的柳如烟说 呵呵 前世就是因为对你太放心了 我才会屈辱致死 我听到她的回答 心里暗暗想到 我开始给病人看起病来 我发现自从我重生以后 医术叫原来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且脑袋里 还多了很多医学知识 甚至一些 现在已经失传的迷幻药 麻醉药等药方都有 我给患者诊断 用药的时间用得越来越短 闲下来的父亲 看了一阵满脸欣慰的笑容 离开了 忙忙糊糊很快 就到了中午 妈妈准备了午饭 通过一上午的接触 在柳如烟刻意地逢迎下 父母对她的印象都非常好 在饭后 我们要回校的时候 父母一直邀请柳如烟 有时间就到家来玩 柳如烟连连答应着笑着说 一定会经常来看望二老 这是不是隐狼入室的开始啊 如果是前世 我应该是未有这样 一个懂事乖巧的女朋友 而自豪吧 可是经历过前世的背叛后 我已经看透了她的本质 对她已经彻底死心 前世你开心 就是我最大的追求 如今你痛苦 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回到学校以后 我开始制定我的复仇计划 首先我要聘请一个私家侦探 监视柳如烟和史玉亭的一举一动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现在黎大三成为被告 还有接近一年时间 我要在这段时间里 掌握他们的行踪 抓住机会 收拾他们还有时间 不能轻举妄动 我给自己打气 我最大的依仗 就是这对狗男女 还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可以让我提前做很多布置 其次我要赶紧先偷偷拿到行医资格证 断绝了以后 因无证行医而入罪 中医的行医资格证 有一条特殊获得方法 有国家承认自立的中医师傅 带着行医五年 是可以直接考取行医资格证的 我从小就在药店 跟着父亲学习帮忙 所以我是可以直接报名 拿到医学试成传统类的 行医资格证的 只是前世想着 大学毕业直接考证就可以了 结果被他们抓到了漏洞 这一世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等到时候会给这两个贱人 一个大大的惊喜 私家侦探经常给我传过来一些文件 其中有史玉婷和柳如烟 姿势亲密走进酒店的 有两个人在商场购物的 等等一些照片和视频 看到这些照片视频 我恨不得马上就让这两个贱人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是我不能 重获一世 我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实现 我还要弥补上一世 被我牵连的父母 让他们享受儿孙绕息 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 再说了 让他们痛快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不是显得我太仁慈了吗 我要他们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 我看着桌子上的镜子里 自己恶毒的眼神 争鸣无比 这还是我吗 都说老实人心中 都有着一尊佛 佛亚着魔 你若推倒了佛 就要面对魔 你们既然推到了 我心中的那尊佛 现在就面对我的魔吧 自从领柳如烟 回过一次家以后 他时不时就和我去要电帮忙 父母在他的巧言吝啬 蓄意逢吟下 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时常在我耳边念叨 要对柳如烟好一些 我只能顺口答应 苦笑不已 不知道将来他们要是知道了 我被柳如烟陷害入狱 会有多难受 所以我一定要计划周全 避免这件事情再发生 这一天 我正在药店帮父亲 给病人看病 突然 一个听上去苍老无力的声音响起 大夫 麻烦您帮我看看 我这病还能治吗 听着这熟悉的 让我恨之入骨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 果然是他 那个前世 我免费治疗 甚至贴补钱给他的李大娘 我看了看四周 看了看拿着手机拍摄的柳如烟 真是恍如前世啊 情景重现啊 大娘 你是什么毛病啊 来 你把手腕露出来 放到桌上 我伸出手开始为他拔起脉来 其实 不用把脉 我也知道他什么毛病 但是作戏要做全套 不然怎么让死老太婆 心甘情愿掏出钱来 不让他倾家荡产 怎能借我的心头之恨 前世法庭上作证说 我骗光了他十多万养老金 既然他有这个要求 我怎么能不满足他呢 我又让他换了只手把脉 张张嘴看了一下舌苔 大娘 你这病不太好治啊 你这应该是脑袋里面有毛病了 是啊 是啊 我去了很多大医院 做了好多检查 后来也都说是脑袋有毛病 老太婆一边说着 一边从包里掏出来好多CT 何词的片子 您看看 这都是我在医院做的检查片子 我摆摆手 事已不用看 然后我问道 大娘 你在医院检查完了没做治疗吗 怎么没做啊 我在好几个医院都治了 治了一段时间 没效果就让我转院 来来去去 就把我十多万的养老钱都花光了 病还没治好 后来我也是听说 你们这里治病很厉害 一些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在您这里都治好了 哇 原来你的十多万养老金 都贡献给那些黑心的医院了 然后你诬陷我 你个死老太婆 大娘 你这病很不好治 治疗周期要很长 相对来说花费要很高 啊 这可怎么好啊 我的养老金都花完了 没有多少钱了 家里老伴走得早 两个孩子都成家了 没在身边 老太婆一边哭啼啼地说着 一边用手抹着眼泪 上一世就是被老太婆的 一番话说得心软 不但免了她的医药费 还搭上几百元的交通费和饭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能饶恕她 大娘 你在医院是不是都诊断 你是神经性头疼啊 是啊 是啊 做了检查都没有病变 医生说是神经性头疼 说这个病治不好 只能控制 其实 大娘 你这个病严格说 不是神经性头疼 通俗说是中枢神经 受到损伤导致的头疼 和普通的神经性头疼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治好的 你是不是头疼之前得过重感冒 是啊 神医啊 我就是得了重感冒 然后去医院输液就好了 可是感冒的症状没有了 头疼却不见好 越来越厉害了 转了好几家医院去治疗 都是时好时坏 反反复复的 治不彻底 大娘 你这就是感冒病毒进入了脑袋 损伤了中枢神经 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所以治疗起来也非常难恢复 需要针灸和药物配合 而且有几种药物 都是相当贵重的 我们就是按成本价 给你费用也会很高 这样啊 医生那您估计 我这病治好对多少钱啊 我这实在是困难啊 大娘 就是我给你节约用的话 大概也得七八万元吧 那可怎么办啊 我现在也没有这些钱了 大娘 要不你问一下孩子 看看有没有办法 或者去你当地社区 问问有没有国家补助之类的 那好吧 我回家和孩子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办 谢谢您 医生 老太婆皱着眉头转身要走 我想了一下 喊住他说 大娘 你先稍等 我给你免费针灸一次 省得你这样难受 不给他尝点甜头 他在贤贵不来了 我找谁报仇去 上医师是免费 他不会走 现在要钱了 就没准不来了 老太婆随我来到了处置室 大娘 针灸会有一点疼 稍微忍一下 我笑着说 好的 这个我知道 长痛不如短痛 只要有效果就行 好的 既然这样我就开始针灸了 我拿起了银针开始治疗 哎呀呀 好疼啊 这么疼呢 别动 别说话 大娘 一动扎错穴位就不好治了 忍一忍 再有几根针就好了 听我这样一说 老太婆忍着痛不敢动了 呵呵 先收点利息 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针灸神奇着呢 想让你疼 让你养 只要找到穴位轻松半道 针灸完 我让他在旁边坐了二十分钟 把银针拔了下来 怎么样 大娘 针灸以后觉得有效果吗 有没有差一点 等他站起来我问道 老太婆轻轻地晃了晃脑脑 呆了一下 想了想又使劲晃了晃 哎 医生 不疼了 您真是神医啊 您是不是给我治好了 我笑了笑 你个死老太婆 做梦呢 没有 大娘 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还需要药物和针灸相互配合 治疗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好 哦 那这一次能缓解几天啊 大概两天左右不会疼 即使疼也是轻微的 不会像原来那样疼 两天以后就没什么效果了 大娘 你这病得抓紧治 不能耽误 时间长了就治不好了 会一直疼的你个死老太婆 尝到了不疼的滋味 再疼起来就该忍不住了 就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医生 我回去和孩子商量一下就过来 好的 大娘 你要是来的话就星期六 日来 我只有这两天在这里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医生 谢谢啊 老太婆满口感谢的走出了药店 我让她星期六 日来是因为怕她来的时候我没在 父亲心常好在被她骗了 其次是不让她多受几天罪 我的心理不平衡啊 老太婆走了 柳如烟也放下了手机 柳如烟在药店一段时间了 却始终没拍到药方 估计现在就想办法搜集我无照行医的证据啊 没关系 我抬头看了看药店新安装的摄像头 整个药店都被几个摄像头完全覆盖 一点死角都没有 晚上我会把这段影像发到云盘储藏起来 这都是将来我翻身的证据啊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今天是星期六 老太婆终于来治疗了 据她说孩子都同意她治病 但是孩子都没钱 让她把房子抵押了 说用以后的养老金还贷款 哎 真是什么样的家庭 教出什么样的孩子 有这样的孩子 老太婆即使治好了病 晚年生活也开优啊 陆陆续续的那几个前世法庭上 做伪证的病人也都来治疗了 我作为一个公平 公正的医生来说 肯定一视同仁 处置方式和死老太婆一样 钱没少花 罪没少受 有时候看着这几个病人难受的样子 我也有点犹豫 要不要做得这么绝 可是一想起前世的单纯善良 最后导致了家破人亡 我又印起了心肠 他们都是帮凶 是坏人 对坏人的仁慈 就是对好人的犯罪 对坏人要无情 无情才能无敌 给病人治病的时候 柳如烟忙碌碌的在旁边拍照 设想 还和病人热情的交谈 互留联系方式 引得父母和病人们都对他赞不绝口 说他热情大方 服务周到 只有我知道他是为了搜集证据 和病人互留联系方式 是为了找人作证诬陷我 看见他 我就会看不起曾经犹豫的自己 看见他 我就会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绝 至于他所收集的所谓无证行医证据 我会告诉他 我早就已经通过了申请 拿到了中医行医资格证吗 还有那几个立遇熏心做伪证的病人 我会告诉他们 所有病人治疗过程的监控录像 我都传到了网盘里吗 自作孽不可活 这一天 私家侦探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说最近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和史玉婷走得很近 并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 我拿过照片一看 这个女的很眼熟啊 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楚轩啊 我记忆里楚轩是一个不苟言笑 高冷饭的女生 在学校同学都叫她冰美人 但是在照片里却笑颜如花 和史玉婷好像交谈得很高兴 有点不对啊 我记得前世楚轩没有出现在我们这段纠葛里啊 难道我重生改变了社会进程 导致了一些变化的发生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是没关系 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复仇之路 不管是校花还是谁 谁挡我谁就是帮凶 就是我的仇人 今天是大三开学的第一天 史玉婷说晚上要请我和柳如烟吃饭 还神神秘秘的说有一个特殊客人 介绍我们认识 我本来是执意不去的 甚至给他们创造机会 让柳如烟自己去把我也代表了 但是史玉婷不答应 非得拽着我去 我很纳闷 为什么非我不可呢 我也起了好奇心 最后还是答应去了 晚上五点半 柳如烟来到宿舍楼下叫我下去 我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 就听到和我擦肩而过的两个男生 在小声的说着话 门口那个女的真是漂亮啊 也不知道等谁呢 她你都不认识啊 那不是中戏一戏的戏花柳如烟吗 不是来找史玉婷的 就是来找那个傻子胡秒的 都搞乱套了 呵呵呵呵 真的吗 来来 和我说说咋回事 哈哈哈哈 两人嬉笑着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原来好多人早都知道了 史玉婷和柳如烟的事情 前世的我真的是个大傻子 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一想到这对贱人 把我像个傻子似的戏弄 在我面前兄弟情深 甜言蜜语 在我背后打情骂俏 拨云聊语 我就想马上让他们血腱五步 PO出他们的心肠 看看黑成什么样 冷静 冷静 我不停地安慰自己 还不是时候 不能为了这两个贱人 再把自己搭进去 我走出了宿舍 看见了离门口不远 站着的柳如烟 今天的她确实很漂亮 化着精致的淡妆 穿着一件黑色蕾丝上衣 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 令人遐想 搭配一条高腰牛仔裤 净显高挑身材 如烟 胡秒 你怎么猜出来啊 我都等你半天了 柳如烟走了过来 跨住了我的胳膊 撒娇地说道 我也是接到你的信息 就下来了 等着急了吧 嗯 约好的都要迟到了 快走吧 就这么想快点 见到你的肩膚吗 我一边想着一边说 好了 还有时间呢 走吧 定的酒店离学校不远 走了几分钟就到了 推开酒店包房的门 就看见包房里 除了石玉婷 还有一个女人 正在笑语艳艳地 和她说着话 石玉婷看我们进了屋 赶紧站了起来招呼着 快进来 就等你们两个了 来来来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她拉着旁边 和她一起站起来的女孩 接着说道 这是我女朋友楚轩 你们应该都知道她吧 我听了一愣 是的 这个女孩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楚轩 据说她家里 好像是当官的 平常傲得很 不太爱说话 怎么会和石玉婷 凑成了一对 前世这时候 没有这件事发生了 这位是我最好的兄弟 胡淼石玉婷的介绍 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好 初次见面 我是胡淼 我伸出了手 楚轩把手伸出 轻轻地和我的手搭了一下 说道 久仰大名中西医系的才子 医学天才 不敢当 什么才子 天才的都是别人瞎说的 我也客气地说着 这位美女 是我兄弟的女朋友 柳如烟 石玉婷接着介绍说 你好 我是柳如烟 你叫我如烟就行 柳如烟也热情地伸出了手 你好 我是楚轩 如烟你可真漂亮 楚轩拉着柳如烟的手 嘴里说着赞美的话 哪有 还是你漂亮 两人互相夸赞着 好了 你们两个美女都漂亮 春蓝秋菊 各有千秋 赶紧落座 上菜了 石玉婷催促着说道 我拉开椅子坐下 柳如烟坐在了我的左手 石玉婷也坐了下来 楚轩也坐在了她的左手 我笑着问石玉婷 玉婷 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惊喜啊 你是怎么把笑话追到手的 从十招来 哈哈 可不是我追的楚轩 是我们缘分到了 双向奔赴走到一起的 石玉婷也笑哈哈地回答道 看着她大得意的笑容 我心里不由生起了一阵疑惑 听说楚轩家里有权有势 而且本人还相当高傲 怎么会和石玉婷双向奔赴呢 再说柳如烟和石玉婷 早已勾搭成奸 为什么石玉婷高调宣布 楚轩是她女朋友 柳如烟却毫无反应 反而和楚轩谈笑风生呢 最主要的是 记忆里没有这段情景 改变剧情会不会影响 后续的计划呢 带着这些疑惑 吃完了这顿饭 吃饭期间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就是聊聊学校里的一些爸爸去世 那为什么石玉婷 一定要把我拉来呢 一直回到学校 都没弄明白这件事 让思佳侦探去调查一下楚轩 最后把钱给我退回来了 说涉及到领导不敢查了 怕出事 哎 不管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如果挡我复仇的路 那就神挡杀神 佛挡杀 佛 反正没有多长时间 就会被诬陷开庭了 到时候应该就有结果了 今天是11月3日上午 我坐在大教室里 不时的向教室门外看去 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教室门被推开 辅导员走了进来 胡淼 你出来一趟 系主任找你 好的 老师 我这就过去我站了起来 果然 时间没变 前世也是今天 我在学校被警察带走 一个星期后开庭被判刑 我和辅导员来到了系主任办公室 路上 辅导员沉默着一句话没说 只是偶尔看向我露出一脸惋惜的神色 辅导员敲了敲办公室门 等着我走了进去 又从外面把门带上了 屋里 系主任正在和坐在椅子上的两名警察说着什么 看到我进去 警察和主任都站了起来 警察看向我 说道 你是叫胡淼吗 我装出恶然的神态 说道 是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人举报你无证行医 利用给病人治病谋取大量钱财 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察一脸厌恶痛恨的神色对我说 在他心里 我大概是网顾人命 贪财无能的拥衣吧 警察同 是 这里有没有误会啊 胡淼同学在我们整个系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 成绩好 而且乐于助人系主任在旁边说了一句为我辩解的话 我赶紧也在旁边说 警察同 是 我是冤枉的 是不是误会 是不是冤枉 我们不管 我们只负责抓人 具体最后是不是有罪 要有法官判定警察态度很强硬的说道 胡淼 你到底有没有犯过这些错误啊 系主任看着我问道 没有啊 主任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啊 我装傻充懵的说道 没办法 我现在即使拿出证据 最终也还是要到法庭走一遭的 拿出了证据 还会打草惊蛇 让对方有了防备 会横生致解 我还要让做假证的那几个病人和柳如烟受到惩罚 不然我一难评 那好吧 既然这样 你跟警察去吧 有什么事如实交代 不要怕 学校会一直持续关注你的 好的 主任 我没做过不怕主任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再和我说话 转头看向了两名警察说道 警察同 志 这个学生平时表现非常好 不会是那种坐监犯科的孩子 还请你们认真调查一下 举报人证据齐全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系主任不再说话 在椅子上坐了下去 胡淼 你老是和我们走 就不给你上手铐了 毕竟是校园 你也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吧 一个警察对我说道 好的 我没做过 为什么要反抗 我跟你们走 我转身向办公室门外走去 两个警察一左一右跟在了我的身旁 门外 辅导员看着我和警察走出来赶紧问道 胡淼 没事吧 没事的 老师 我就是去配合调查一下 几天就回来了 我笑着回答道 来到楼下 我被两个警察拉车着塞到了警车里 驶离了学校 一周后 我又站在了直播听审的现场 对面还是那个尖嘴猴腮 带着金丝眼镜的男律师 你没有行医资格证 你给谁治病都是在犯罪 而且据我所知 你还是一名医科大学的大三学生 就敢给病人看病开药 请问这不是谋财害命 是什么 控诉的也还是这些 让现场和直播间炸裂的消息 被告席上 听到这些控诉 我的神色动作假装慌乱了起来 你说我谋财害命 那请问我害了谁 我大声地反问道 我知道应该那几个病人出场了 男律师倾笑一声 他等的就是我这句话 随后看向旁观席 义正言辞道 请被被告坑害过的受害者站出来 一起声讨这个草菅人命的恶魔 哗啦啦 煞事间 旁观席上站起几个人来 见到这几个所谓的被害人 没错 还是这几个丧尽良心的病人 法官大人 我要举报 就是这个恶魔卖给我们假药 还害得我们病情加重 最后还是到正规医院才看好的 对 他就是个骗子 必须言成他几名所谓的受害者证人 一走出旁听席 便指着我口诛笔伐 甚至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 冲到了被告席 对着我又挠又打 在法警的阻拦下 我只是躲开了关键部位 其余部位看上去被打得很惨的样子 死老太婆 你现在闹得越欢 一会给你的惩罚就越重 李大娘 你看清楚 我真的害了你 我还是指示着这位妇女主动开口 没错 就是你 你骗我喝了你家的假药 骗光了我十多万的养老金 说着还想扑上来给我耳光 可是这次我有了防备 怎么会再让他得手 望着几人丑恶的嘴脸 我真是忍不住想把他们暴揍一顿 我为我的前世感到不值 旁听席上 直播间里 键盘侠们也都还是跟风怒骂起来 场面顿时喧闹起来 咚咚咚 清脆的法锤声敲响 审批长未言开口 肃静 尊敬的闪判长 这些都是被告的犯罪证据 男律师趁机呈上一碟文件 同时笑着说出一条轰动的消息 这些证据是一个名叫柳如燕的善良女孩提供的 这个柳如燕小姐是被告的女友 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被告的邪恶行为 才选择大意揭发 为名除害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我知道该柳如燕出场了 证人在现场吗 审判长冷冷地问道 旁听戏的一个角落里 一名画着精致装容的女人 切切地站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害我 我看着她假装伤心地喊道 柳如燕还是故作畏惧地看了看我 然后面向众人和直播镜头 大意凛然地开口说 我不想让你再继续错下去了 更不想更多的病人被骗 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柳如燕眼睛泛红 接着哽咽地说道 胡淼 我都是为你好 不要再错下去了 只要你认识到错误 好好改造 我还是爱你的 看着柳如燕装出的圣母绿茶模样 我只觉得好笑 而不是像上一世那样破口大骂 柳如燕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查的冷笑 继续流泪哀求 将虚伪绿茶演绎到了极致 这时无论是法庭现场还是直播间 还是一边倒地称赞柳如燕小姐大意 咒骂我渣男下头 直到闪判长敲响法锤 柳如燕装晕被扶下去 闪判长大声说道 被告人胡淼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我知道该我出场反转这段精彩的剧情了 我站着身体 散去了惊慌失措的伪装 不慌不忙地说道 尊敬的闪判长 几名原告和所谓的证人 对我的指控全部都是诬陷 我是被冤枉的 原告的金丝眼镜男律师站了起来 对着闪判长说道 闪判长 被告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依然试图抵赖 拒不承认罪行 不知悔改 原告建议何一婷对被告从众处罚 以警校友 闪判长听完男律师的话又看向了我 被告胡淼 你说你是被冤枉诬陷的 你有什么证据提供 尊敬的闪判长 请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并把手机画面投屏到大屏幕上 我的证据都保存在手机里 听到我的要求 现场和直播间的人都议论起来 是不是真是冤枉的 怎么看上去理直气壮不像个坏人了 坏人哪有那么容易看出来 你一看就知道你去当警察吧 那几个原告 尤其是那个大妈被他害得多惨啊 肯定是他骗了他们的钱财 就是 被告就是在拖延时间 企图抵赖 肃静 闪判长接着说道 把被告的手机拿过来 帮他连上大屏幕工作人员把手机送了过来 帮我连上了大屏幕 我接过手机 打开官方网站 尊敬的闪判长请看 这是我行医资格证的电子证书 这能证明我不是无证行医 对面原告的男律师激动的站了起来 指着我说 你竟然做假证欺骗法庭 你真是一个骗子 我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律师 轻笑着问道 你说我这是假证 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证据随口污蔑 我会起诉你的傲 再说 现场就可以分辨真假的证书 我会愚蠢到做个假的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要打开官方网站 就可以查询到的 我接着对律师说道 男律师难难得道 可是你女朋友都说你没有资格证啊 他也没问过我 再说 我是一个低调谦虚的人 也不会和人炫耀这些 是的 一般人都会觉得大学毕业以后 才会够条件考行医资格证 所以下意识的以为我也一样了 所以问都不会问我是不是会提前满足条件 考取了行医资格证 现场旁听习和直播间里又热闹了起来 看着被告就文质彬彬的 一点也不像骗子 原来人家真的有行医资格证啊 那不是真的被诬陷了 有证行医也不能没有医德就认钱了 骗了病人那么多钱还没治好 他女朋友都只挣他了 他能是好人吗 直播间里也是说什么的都有 那几个原告也看着惊慌起来 互相小声的议论着 而柳如烟明显就被这个意外打得的措手不及 也不装晕了傻愣的坐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男律师也有点慌张了 连忙接着质问道 即使你的行医证件是真的 你也不能借治病为由骗取病人钱财啊 你这种道德品质败坏的医生 就是有证也应该吊销 永远不准进入医疗行业 是啊 这种缺德医生就不应该让他考取资格证 天下乌鸦一般黑 医院的医生也好不到哪去 关键是你收钱了 倒是把人家的病治好了 现在都是这样 钱没了 命也没了 直播间里还是议论纷纷 你说我道德败坏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 作为一个律师 随便乱说我会告你诽谤的 我不慌不忙地问道 这几个原告都来指控 你以治病为由骗取 大量钱财后 却不能治好原告的病 你道德不败坏 谁道德败坏 证据当然有 每个原告手里 都有在你们要点消费单据 多则七八万元 少的也有三四万元 你骗取这么多苦难病人的钱 良心不会痛吗 你知道这里有的原告病人 为了治病清净所有 甚至卖房卖地 都是相信你能治好他们的病 你对得起这些病人的信任吗 金思南律师 做出一副义愤甜应的样子 一连串质问我的话 从他的嘴里吐出 呵呵 如果是我不但收费 比那些黑心医院低 而且还是我治好了他们的病呢 我轻笑着问律师 你说是就是啊 法庭要靠证据说话的 金思南律师 不以为然地回答着 我没有再搭理他 转头看向闪判长 尊敬的闪判长 我请求出示有关证据 可以出示证据 闪判长回应说 我又打开手机 连接到大屏幕 搜索到网盘 打开这几个病人 几次求医的监控录像 这其中有病人 向我倾诉 医院怎么怎么黑心 花了多少多少钱 还没有效果的画面 还有我认真诊断 然后给病人计算费用 用心治疗的画面 在有我给病人治愈后 病人向我鞠躬 千恩万谢的画面 尊敬的闪判长 在座的各位 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通过这些录像 是不是可以证明 我只用了一月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的费用 就治好了这几个原告 旁观席和直播间的弹幕 都沸腾起来 是啊 明明就是这个医生治好的 花费还少 这几个人 怎么这么丧良心啊 我就说这个医生 不像是个坏人啊 这个医生医术这么好啊 在哪里出诊 我也去找他治病去 这几个病人 怎么不起诉医院 却起诉他呢 肯定还是他哪里不对 楼上一看 就是给医院洗白的 滚粗 我看着男律师说 这样的证据 可以证明 我没有骗取病人的钱财吧 是他们自愿付费的吧 而且是我治好他们的吧 听着我的一连三问 金丝男律师撇了撇嘴 没再说话 我接着看向那几个原告 和坐在那里 神情恍惚的柳如烟 看到我的目光 那几个原告勾搂着身子 眼光躲躲闪闪的 不敢和我对视 柳如烟坐在那里低着头 嘴里小声的 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 尊敬的闪判长 我的证据出事完毕 我看着闪判长说道 闪判长对着金丝男律师问道 原告方还有什么要陈述的 今次男律师看了看那几名原告 又看了一眼柳如烟 说道 原告没有要陈述的了 闪判长看向我 问道 被告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我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几个原告 和坐在那里神思部署的柳如烟 回答道 尊敬的闪判长 因为原告和证人对我的污蔑 使我的名誉和精神 都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要求原告和证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赔偿我的名誉和精神损失费 320万元 我要把前世我受到惩罚和物质损失 全部都要让他们承受一次 闪判长听完说完以后 点了点头 大声宣判道 被告人胡淼 无正行医 谋取病人钱财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原告李老太等和证人柳如烟 伪造证据 污蔑善良 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名誉和精神损失 现判决如下 判处原告李老太等人 有期徒刑3年 赔偿被告名誉和精神损失费 250万元 证人柳如烟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赔偿被告名誉和精神损失费70万元 立刻执行 原告席上的几名原告听完判决 立刻哭天喊地的哀嚎起来 闪判长大人 我们冤枉啊 我们就是误会胡神医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不要判我们啊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治病把钱都花没了 再也没有钱赔偿了 胡神医 求求你 原谅我们吧 帮我们和闪判长大人求求情吧 这时柳如烟也回过神来 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向我扑过来 胡淼 我真是为了你好啊 我怕你继续无照行医 会酿成更大的错误 所以才想制止你啊 我看着他们的表演 心里波澜不惊 因为我早就看透了他们的伎俩 如果恶人做坏事受不到惩罚 那么以后好人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所以 抱歉我不会原谅你们 我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 这时 闪判长继续说道 本案审理结束 现在退庭 罚警拉着几名被告和柳如烟向外走去 几名原告和柳如烟哭喊着 挣扎着 胡淼 我是为了你好啊 我是爱你的 柳如烟还在不甘心地叫嚷着 眼看几名原告和柳如烟就要被拉出法庭 突然李老太喊道 我要检举 我要揭发 都是这个柳如烟 只是我们告你的 我们不愿意啊 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万元钱 是啊 就是这个女人找到我们 给我们钱让我们起诉你 其余几个原告也纷纷叫喊道 柳如烟待了一下 连忙否认道 我没有 你们胡说 你们污蔑了胡淼 现在又来污蔑我旁关系上 本来站起来要走的人 听到原告和柳如烟的对话 都站在了原地 互相议论起来 直播室里的弹幕 本来已经消失殆尽 突然又热烈起来 又来转折了 刺激 本来还以为被告无情无义呢 没想到证人美女 竟然是这种人 哈哈 原来我妈告诉我 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 是真的 幸亏我找了个丑媳妇 楼上的是不是想让美女骗 都轮不上啊 很快就歪楼了 李老太还在大声争取着 你个小贱人 我看向柳如烟 她还在狡辩着 假的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胡淼 我是爱你的 相信我 我看着她轻轻的摇了摇头 说道 你说我会相信你吗 我走上几步 贴近她的耳边说道 你先去监狱里等着 很快我就会送石玉婷 进去陪你的柳如烟的眼睛 默然大睁 结结巴巴的问我 你说什么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如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接着说道 饶了我 胡淼 我也是被石玉婷骗了 求求你 我不想坐牢啊 是被她的钱骗了吗 还是被她给你买的 各种奢侈品骗了 我看着柳如烟 那曾经精致 现在却被眼泪哭花的 小脸反问他 曾经让我以为 是能陪伴我一生的爱人 现在苦苦哀求着我 我丝毫不以为然 你若是快宝 你的一喜一怒 都牵挂我的心 而我现在看你哭花的容颜 不过是一坨狗屎 臭不可问 我站着身体 抬手平了一下衣领 打了一下衣袖 转身向外走去 没在理会身后那几个原告 和柳如烟逐渐远离的叫嚷声 我心在光明 身体却在黑暗中淡去 等着我 石玉婷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无罪审判的第二天 我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 系主任找我了解情况以后 马上就上报给了校领导 学校经过研究后 立即把处理结果通报全校 柳如烟因违反国家法律入狱 被学校开除学籍 晚上 我正在宿舍看病例 石玉婷走了进来 胡淼 我听说柳如烟因为陷害你进去了 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看着石玉婷那张假惺惺的脸 还有她那拙劣的表演 我忍住了没有笑场 不知道过两天 她从柳如烟那里得知 我早就知道是她主使的这一切 她想起今天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子 是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我也没有发现 我回应着石玉婷的话 既然她要演戏 就陪她演艺回了 反正学累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胡淼 别伤心 我和楚轩帮你留意着 一定会帮你找一个财貌双全的女朋友 能配上你这个大才子的 谢谢你 玉婷 我能有你这样一个好兄弟 真是上辈子求来的 我强忍着恶心说道 别这样 胡淼 咱们兄弟同甘共苦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至于柳如烟 人都有走眼的时候 别太放在心上柳如烟这个贱人 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狗娘养的 让她诬陷我 SXX 我气愤不已的一串串国粹吐出了口 别人印象里一向温文尔雅的我 这一刻变成了泼服骂街 当然 只有我知道当着当事人面破口大骂的感觉 究竟有多爽 最爽的是她还不会还嘴 只能老是听着 石玉婷在一旁干巴巴的附和着 是 是 该骂我知道石玉婷这一两天 就会去监狱探望柳如烟的 因为她也想尽快了解法庭上的真实情况 本来计划周全的事情 怎么就会失败了呢 到时候 可以想象得到 肯定不会像上一世去监狱探望我时那样 志得意满 至高气昂 我记得上一世石玉婷去监狱探望我 是在我父母那里骗走秘方的第二天 当时我在探监室里看到她还是非常高兴的 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好兄弟 没想到 那是我最最难忘最最屈辱的一天 玉婷 谢谢你来看我 我激动地说着 胡淼 监狱的滋味怎么样 我当时非常激动 竟然没听出她的语气变化 还以为她是在关心我 为了不让好兄弟担心我 我说了谎话 还可以 监狱里的领导和育友看我是学生 都很照顾我嘴里说着谎话 还怕好兄弟从我脸上看出端倪 我低下了头 是吗 那以后我会让他们更加好好照顾你的 你这个大才子也有今天听着她说的话 我诧异的抬起了头 依照你家的那几张破秘方 西明道士 还自称什么医学天才 玉婷 你 我的嘴唇抖动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哈哈哈哈 现在秘方到我手里了 我是不是也该称呼自己医学天才了呀 嗯 是不是啊 什么秘方 我家的 怎么会到你手里 当然是昨天你家那两个老不死的主动送给我的 还想让我救你出去一家团聚 呸 等着死那天团聚吧 哈哈哈哈 你 你 我气愤的指着她 说不出话来 哈哈哈哈 更有趣的是 你竟然现在还不知道是我让柳如烟指控的你 泽泽 像你这样傻的天才可不常见啊 哈哈哈哈 我捂着胸口 脸色苍白 脑子里想起了以前我和史玉婷以及柳如烟在一起行动的一幕幕 他们俩个偶尔自然而然流落的亲密反应 偶尔听上去比较亲密的话语 我却以为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才会那样 我真是一个傻子 我是一个大傻子 啊 我的声音随着我的愤怒越来越大 你不但是一个大傻子 你还是一个窝囊废 我没想到主动贴上我的柳如烟竟然还是个储 那滋味 酸爽了 哈哈哈哈 你个王八蛋 史玉婷 我再也忍不住 一口鲜血从口里吐了出来 原来在我心中冰清玉洁 白莲花一样的女人 竟是别人随手可得的玩物 那个口口声声说要在新婚之夜把自己完整交给我的女人 竟然主动爬上了别人的床 你放心 等我完够那天 我把她的之前器官一脉 这笔投资太划算了 哈哈哈哈 史玉婷已经走出了探监室 可她那猖狂得意的笑声还在探监室里回到 胡淼 胡淼 别想太多了 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史玉婷拍着我的肩膀说话 打断了我的沉思 不会的 我不伤心 我还有你这个好兄弟陪着我 我倾笑着着对他说 你能这样想那就好 胡淼 你也好好休息吧 我这两天有事 不在宿舍住 没事 你放心 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你去办你自己的事吧 我随口应付道 那好 我走了 照顾好自己 拜拜 拜拜 史玉婷走了 我放下手中的病例 开始完善我的复仇计划 两天后 我听说史玉婷休学了 我知道她肯定是和柳如燕见面了 从柳如燕那里得到了消息 我对她的复仇从暗处转到了明处 被我阴了一下 作为一个骄傲自负 自以为是的人 不把我打到她是不会回来学校了 我知道史玉婷或者她家里肯定干着违法的事 从上一世她说 最后要把柳如燕的器官卖掉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我仁丹是姑 计划在完美 实施起来也很困难 私家侦探调查调查婚外情 小三之类的还可以 让她调查这么大的公司 估计她也不敢 而且也容易走漏风生 到哪里找几个能信任的志同道合的人呢 这天晚上放学 我正在通往宿舍的林荫道上走着 听到后面有人叫我 我回头一看 是她 是史玉婷的女朋友楚轩 我转过身 看着她向我走来 她的目光清冷 一头黑发简单扎成马尾 精致裁剪的黑白搭配的休闲装 圆领露出清晰漂亮的锁骨 黑色短裙搭上白色打底 酷 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那修长的双腿 黑色短靴简单大方 雪白的手腕上系着一条黑色手链 尽管她是我仇人的女朋友 可是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很漂亮 比柳如燕还要漂亮 尤其那种气质 是普通人家培养不出来的 看着她走过来 我有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石玉婷能玩弄我女朋友 那我是不是也 我甩了甩头 把这个念头抛至脑后 我不是石玉婷 不能把无辜的人牵连进来 当然如果她也和石玉婷狼狈为奸 沆血一气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这么巧 楚轩 你这是去哪里 带她走近 我开口问道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楚轩冷冷地回答 哦 我愣了一下 接着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柳如燕出狱了 你知道吗 不可能吗 不是判了一年吗 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有点疑惑地问道 她怀孕了 还有人给她出钱走关系 所以见外执行了 怀孕了 真是找得好时机啊 可是那又怎么样 我又不是孩子的爸爸 你来找我是 我知道孩子是石玉婷的 说完她清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 半想才又悠悠地说道 你是重生的 对吗 我心里一惊 脸上却露出淡淡的笑容 楚轩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 胡淼 你是重生回来报仇的 对不对 你前世上法庭直接就被定为有罪 根本就不像现在逍遥在外 上一世逍遥在外的是柳如烟 而不是现在有罪的柳如烟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吗 我还是装糊涂 重生是我最大的秘密 不能轻易地泄露出去 我也是重生回来报仇的 如果你相信我 我们联手会更加容易 你是在演戏吗 我装摸作样的四处看看 然后又说道 摄像机都在哪里 怎么没看到啊 我知道你怀有事在骗你 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合作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楚轩递给我一张纸条 然后转身离去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发了一会呆 转身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 我心不在焉地 拿起一本书翻了翻 可是怎么也看不进去 脑海里回荡着楚轩说的话 她可信不可信啊 如果是真的 我们联合起来 肯定要比单打多多强 如果是假的 后果就严重了 肯定还得像上一世一样 家破人亡 可是这一段时间 史玉婷一点动静都没有 肯定也是在背后 悄悄地计划着怎么害我 如果有了楚轩做内应 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还有上一世我出世前 史玉婷是没有楚轩这个女朋友的 这一世增添了这个变化 是不是就是因为 楚轩也是重生的 不行 我还是试探一下楚轩 如果她真是重生的 那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才能更好的复仇 第二天晚上放学以后 我还是给楚轩打了一个电话 喂 楚轩 我是胡淼 胡淼 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哦 为什么 因为你迫切地想报 家破人亡之仇 但是你人单是孤 报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的 楚轩 我只是对你说的 重生回来报仇的事情 觉得好奇 所以联系你我没有承认我的情况 还是想试探他一下 我理解你 胡淼 你看这样 这件事情不适合在电话里说 我们约个速尽的地方详细谈谈 我沉吟了一下 然后说道 那这样吧 半个小时后 在学校后继的星巴克见面 你看怎么样 好的 那半个小时后见 楚轩没有拒绝我的提议 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的心也感觉安定了许多 还有五分钟到约定时间的时候 我走进了星巴克 四周打量了一下 选了一个靠墙角的地方 比较速尽 不太引人注意 就看到楚轩推门走了进来 我站起来招了招手 楚轩看到走了过来 坐到了我的对面 适者走了过来 问道 先生 于是 请问你们喝点什么 我看向楚轩 楚轩说道 麻烦一杯冷脆 那给我一杯拿铁吧 我说 好的 先生 于是请稍等适者转身走了 很快咖啡就端了上来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放下杯子看着楚轩问道 能和我说说 你和史玉婷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不是过节 是仇恨 是深仇大恨 楚轩的语气很激动 我摆了白手 示意他不要太激动 他深吸了两口气 稳定了一下情绪 然后说道 上医师 我现在还不认识他 是在大四的时候 我患了一种怪病 到很多大医院都没治好 后来听说了 史玉婷家的医药公司 有一种秘方神药 可以治疗我的病 我知道这就是史玉婷 通过从我家骗取的药方 研制的新药 我没有打断他 我父亲把史玉婷父子 叫到家里给我看病 吃了他们的药 我的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父亲非常感激他们 和他们有了来往 后来他们父子找到我的父亲 说公司研制了几种新药 效果都非常好 就是新药上市手续非常麻烦 想让父亲帮忙加快新药上市 速度楚轩喝了一口咖啡 继续说道 父亲一开始并没有同意 认为新药涉及到百姓健康 应该通过严格检验审批 才能上市不久后 史玉婷父亲又向我父亲 表达了联姻的想法 说史玉婷喜欢我 想娶我为妻 并且要用医药公司 20%的股份作为聘礼 父亲感觉他们是真心实意想娶我 又想让我以后有个保障 咨询了我的意见 我也被史玉婷的表面所欺骗 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和我直居相投 所以便答应了这门轻视 大学毕业以后 我和史玉婷举办了婚礼 婚礼后 我没有去他家的医药公司上班 而是应聘去了一家医院上班 当了一名医生 他家医药公司的新药 也很快就通过了审批上市了 可是新药上市不到一年 就有人投诉说 其中有一款药含有不知名激素 孕妇吃了生产的婴儿会发生畸变 父亲去找史玉婷父子质问 结果却当场心脏病突发 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就去世了 后来父亲的秘书找到了我 告诉了我这件事 还告诉我父亲每年都做两次体检 心脏根本就没有问题 我为了查清父亲的死因 辞了医院的工作 回到公司上班 因为我有公司20%股份 所以也拉拢了一些人 了解了一些公司的机密 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极其不平衡 存在偷漏税的情况 尤其是公司的实验室 非常神秘 位置隐蔽 只有几个公司高层才知道 而且安保力量非常强 没等我开始仔细调查 不知道怎么就被史玉婷发现了 没过多久 我就开始全身无力 后来发展到瘫痪在床 公司不能去了 在家里养兵这时候柳如烟出现了 原来她一直都和史玉婷在一起 还为史玉婷生了一个男孩 史玉婷为了公司利益娶了我 把柳如烟和孩子养在了外面 听到了这里 我想起了上一世 史玉婷探监说过 玩够了要把柳如烟卖器官的 现在看起来柳如烟没有死 是因为孩子保住了她的命 这一世的怀孕又让她间外执行 和上一世的情况能对上 看样子楚轩说的是真的 柳如烟每次来都用最恶毒的话羞辱我 刺激我 和我讲史玉婷是多么的爱她 为了爱她怎么把你送进了监狱 结果被我横刀毒爱 没能让他们走入婚姻殿堂 说我是贱人 第三者 破坏了她幸福的贱女人 有时候说的不解恨 还会在我瘫痪的身体上 进行各种折磨虐呆 在她的精神和身体双重折磨下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我每天都在向上天祈祷 让我能好起来 能亲手为父亲和我报仇 可是最后我还是离开了那个世界 但是没想到我会再次醒过来 重生回来到大三阶段 看样子上天还是仁慈的 给了我亲手报仇的机会 听到这里我问楚轩 所以你就提前找到史玉婷 故意接近她 想报复她 这样后面我父亲和我就不会死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父亲这些事呢 他的地位办起事来不是更方便吗 我接着问出了我的疑问 我和父亲说了 可是他不相信这种事 他说他作为一个领导只相信证据 还以为我是学习压力大 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还让我出去旅游散散心 缓解一下 是啊 换了谁也不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 人只会相信自己认知里的事 我点头赞同着 所以我只能找和我有相同遭遇的来帮助我 拿到史玉婷和他家公司的违法证据 才好让我父亲出面来处理他们 来达成我报仇的愿望 那你怎么会认为我是重生的呢 我有问到 因为上一世我听柳如燕说过你的结局 我虽然很同情你 可是我也就不了你 我说了你也不会信 还会以为我在重伤他们俩个 说不定会暴露我的身份 但是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你什么事都没有 柳如燕却被送进了监狱 所以你就认为我也是重生的 我没有完全相信 只是怀疑 后来我就找人调查你 却发现你也在调查我和史玉婷还有柳如燕 就算我是重生回来的 可是我能怎么帮助你 你可以说是帮助我 也可以说我们互相帮助 来让他们血债血偿 储拳接着又说道 我只知道他们公司应该在偷漏税 可是没有证据来证明 而且就算是找到偷漏税的证据 也不够让他们伤筋动骨 只要补上税收 消息罚款事情就会过去 我要他们家破人亡 倾家荡产 让柳如燕那个贱人牢底坐穿 哎 千万不能惹女人啊 女人狠起来神都害怕 不过正合我意 我觉得对石玉婷 柳如燕他们这样的人 怎么狠毒都不过分 那什么样的证据 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我问楚轩 我觉得他们公司的实验室 应该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查 我思考了一下 对楚轩说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买卖器官 实验室就是一个小型手术室 可以为自愿或非自愿卖器官的人 摘出器官 然后通过某种渠道送到患者手里 还有通过你所说的分析 你父亲的心脏病和你的全身瘫痪 都不是偶然得病 是药物或病毒所致 也就是说 他们同时还在研究某些病毒 或对人有伤害的药物太好了 只要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就有头绪可以查了 楚轩高兴的说 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 微笑着说道 是的 首先他们买卖器官 肯定要和医院的某些医生有联系 这样才可以精确找到 有需求的患者 其次 做器官手术需要的药物来源可以调查 各种器官手术需要的药物几十种 有的药物甚至需要进口 所以认真调查的话 应该追踪到 那我需要做什么 楚轩问我 我想了想说 以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去调查医院 看看哪个医院最近几年 做器官移植手术最多 都是哪个医生做的 再调查一下医药批发配送 看看是不是每年 石玉婷他们家公司 都需要器官移植的一些药物好的 只要我们找到一部分证据 就可以找我父亲出面来解决他们了 是的 我去找人调查石玉婷和他父亲 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实验室的位置说完 我站了起来 看着楚轩又说道 那就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有什么事电话里联系 楚轩也站了起来 清冷的面孔稍带着点笑意 对我点点头 说道 希望下次见面会有好消息 拜拜 拜拜 我们分别走出了咖啡厅 一晃月鱼 这期间和楚轩通过两次电话 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我们只能互相安慰 互相给对方鼓劲 毕竟不是专业的 进展缓慢是可以理解的 我找的私家侦探 给我反馈的结果也不好 经过一个月的跟踪调查 并没有发现石玉婷和他父亲经常去哪里 石玉婷行踪比较混乱 和名义上的女朋友楚轩约会 和柳如烟逛街买东西 和狐朋狗友花天酒地 夜店 酒吧 KTV到处都有他的踪迹 他父亲行踪比较清晰 除了一些必要的应酬 基本上就是家里和公司来回报 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让私家侦探继续调查 眨眼又一个月过去了 可是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我和楚轩决定再一次见面 对这段时间的调查行动总结讨论一下 我们还是约在了学校后面的星巴克 石玉婷休学以后 学校这里见面会安全一些 坐在咖啡店里 我们还是要了各自喜欢喝的咖啡 楚轩的清冷形象再也保持不住 满脸愁容 看着气说道 我们错在哪里了 为什么调查了这么长时间 却没有什么进展 难道他们没有买卖器官的违法犯罪行为 实验室又到底在哪里 我想了想上一世 石玉婷在说 要把柳如烟器官卖了换钱的语气 动作 虽然是为了刺激我无意中说出来的 但是那轻描淡写的语气 不以为然的态度 肯定是经常经历那种场面才会是这样 不 他们公司或者说他们个人 肯定是在做这种违法勾当 不然他不会那么轻松的说出这种话 我又接着说道 我想应该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 石玉婷父亲是个老奸巨华的人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 肯定会精心策划 小心再小心的 我喝了一口手里端着的咖啡 想了想然后说道 会不会他们为了避险 不在本事交易 而是在隔壁省市进行交易 至于实验室是不是一直就在公司里 但是非常隐蔽 居外省市调查时间太长 还不一定有结果 而且时间一长会不会走漏消息 被石玉婷他们知道我们会有危险 他们还会损毁证据 掩盖事实 从而逃脱法律制裁 楚萱提出了他的想法疑问 是的 去外省市你想利用你父亲的关系调查 肯定会闹得影响很大 被你父亲知道你利用他的关系做这些事 肯定会制止你 再说影响大了保密就很难 石玉婷他家这些年也有自己的关系网 被他们知道以后我们确实很危险 我肯定了楚萱的疑问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办法吗 楚萱问我 现在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指导黄龙我说道 指导黄龙 楚萱有点疑惑 是的 找好时间 你把石玉婷约出来 我给你配置一种谜 要 把他迷婚后 我对他施展针灸刺激他在迷幻中 说出我们要的证据 然后录下来交给你父亲 这样你父亲就有理由出手制止犯罪 唯一的缺点就是施展针灸问话 效果只能维持十几秒钟 如果问不出等石玉婷醒来 我们就会暴露了 我给楚萱分析着利弊 楚萱没在说话 低着头看着桌上的咖啡 在那思索起来 思索了一会 楚萱抬起头 态度坚定的说 那好 就这样干 大不了拼得鱼死网破 我也不想再和他蓄于微疑了 每次见面我都恨不得杀了他 我也不想再忍了 那好 就这样定下来 我把迷幻药配好以后交给你 那天试试你给我打电话 我也痛快地说道 我也不想再忍了 每天都活在报仇未果的煎熬中 我们颇有默契地 分别离开了咖啡店 过了两天 我把配好的药给了楚萱 一再叮嘱他要小心 找好时机 不要暴露自己 他也满口答应会小心 不会轻举妄动 时间飞逝 眨眼又过去了一周 这天 我接到了楚萱的电话 他告诉我 定于这个周六 也就是明天的晚上实施计划 周日是他的生日 石丽婷要提前一天 为他庆祝生日 终于到了这一天 顺利完成任务 并把人带到了一间酒店 告诉了我酒店名字和房间号 我急忙打车赶了过去 等我敲开门走进酒店房间 就看见石丽婷 正四仰八叉地躺在酒店的床上 现在怎么办 楚萱着急地问我 不要急 还有时间 我们商量一下一会怎么问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针酒控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不过最多也就十几秒钟 大概也就能问两三个问题 所以一定不要慌 要想好再问 那我们肯定要问实验室的位置 楚萱说 我想了想说 我们第一个问题 要给他定罪 然后再问实验室位置 再问一些账目证据的信息 这样一旦出现特殊情况 只要他承认有罪 我们在你父亲那里 就能得到帮助 对 只要我们把他承认犯罪的录音 交给我父亲 以我父亲的脾气 肯定会出手的 楚萱也同意我的想法 我接着又说道 由你来问问题 因为他的潜意识里 你是他比较亲近的人 会比较容易接受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他的敌人 会出现意识抵扣的现象 容易失败 那好 我等你说开始 我就问楚萱回答道 我拿出银针 对着石玉婷头部的穴位 开始视针 很快18根银针 就插在了石玉婷的脑袋上 又等待了三秒钟 石玉婷的双眼突然睁开 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对楚萱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然后打开了录音设备 楚萱摇了摇石玉婷 问道 玉婷 你们公司是不是在做器官买卖生意 石玉婷僵硬的回答道 是 楚萱接着问道 你们公司实验室在什么地方 在公司地下车库 车子 想 石玉婷刚回答道 这里突然睁开的双眼闭了起来 同时回答也中断了 楚萱看向我 我摇了摇头 是一时间到了 楚萱这才问道 怎么样 可以吗 都录上了吧 我拔下了石玉婷脑袋上的银针 他沉沉的睡了过去 我又打开了录音设备 里面清晰的传来楚萱和他的对话问答 太好了 这回有证据了 事不宜迟 我这就去找我父亲 楚萱激动的说 好的 我在这里守着石玉婷 你去找你父亲说完 我把录下来的对话 传到了楚萱的手机里 他拿着手机匆匆离开了酒店 楚萱走了不久 房间就响起了敲门声 同时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我接起了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是胡淼彤 致吗 麻烦你开门 我们是警察 是来接管嫌疑人石玉婷的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四名警察 看我打开房门 其中领头的一名警察 向我出示了证件 快请进 警察同 致 嫌疑人就在屋里 我侧过身子说道 两名警察走进了屋里 另外两名警察站在了门外 其中一名警察拿出手机 对照躺在床上的石玉婷看了看 然后对领头警察点了点头 领头警察握住我的手说道 谢谢你 胡淼彤 致 你帮了我们的大忙 案子破了以后 我们一定会为你请功 并向你的学校发送表扬信 对你的行为进行表扬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警察同 致 既然你们来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看着被领头警察握住的手说道 领头警察松开我的手 笑着说 胡淼彤 致 现在还不行 作为现场当事人 你需要和我们去局里 录一份说明材料 三名警察 抬着还在睡梦中的石玉婷 领头警察带着我一起坐车 来到了警察局 这时已经接近凌晨 警察局里人声鼎沸 看样子因为这个案子 全体警察都来加班了 领头的警察 领我走进办公区域 碰到的警察 都会向他敬礼问好 我们走进了一间 标有局长办公室的房间 局长让我坐下 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接过水坐了下来 局长开始问我事情经过 我正在和局长说着 怎么和楚轩一起 在石玉婷那里取得口供的经过 突然 局长的电话响了 局长接起来电话 说了几句话后放下了电话 看着我说道 石玉婷的父亲已经控制起来了 他并不承认有犯罪行为 我们的同志 也没有在地下车库找到实验室 我诧异的问道 没有找到实验室 那他们 他们正在进行第二次搜查 于停那种状态下的口供是不能给他们定罪的 24小时后就要解除搜查状态 释放嫌疑人 那样的后果对我们警察 你还有楚轩都十分不利 局长看着我说道 我想了想 对局长说道 我可不可以看看地下车库搜查视频回放 停了我的要求 局长没有说话 点着了一根烟 很吸了两口 然后才对我说 跟我来吧 局长领我来到了监控室 找到了警察进入车库的录像从头播放起来 画面从警察进入车库开始 一群警察进入车库开始搜查车位 停在车位上的豪车都检查了一个遍 并没有什么异常 咚咚咚 咚咚咚咚 接着又开始检查地下车库周围的墙面 看看是不是有暗门之类的 结果发现四周的墙壁都是实心的 根本就没有暗门 警察又开始把豪车的钥匙都拿了过来 将车子推到了旁边 检查车库地面 十来分钟后 依旧一无所获 地面是实心的 墙面是实心的 警察又看向了上面粗大的通风管道 几名警察爬了上去 结果弄了个灰头土脸不说 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视频播放到这里 局长按下了暂停键 问我 这地方上下墙面都检查了得便 会不会是史玉亭骗了你们 我想了想 不可能被骗 针灸这种古老方法不可能失效 我在看看视频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整个车库竟然一个监控都没有 不对 一定有疏忽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非常显眼 要不然史玉亭他们不至于连监控都不装 这些豪车 每一辆都是上百万 哪怕他们再有钱 也得监管自己的东西吧 我又仔细回想了一下 史玉亭当时说的话 在地下车库 车子 想 我的心中忽然动了动 我对着局长说 麻烦你重新放一下视频 等视频播放到那六辆豪车的时候 脑海里灵光一闪 我喊了停 在前世的时候 我看过一篇报道 利用汽车的发动机轰鸣所发出的噪音 和某个物体进行共振 从而接受某种特殊信号 传达指令 这本书上面记录了很多非常独特的信号传送方式 回想起史玉亭说的车子 想我应该找到了门路 我对局长说 你告诉现场的警察先不要搜了 先把那六辆豪车开回到车库原地 然后多启动引擎 不要去动他们 我的话 让局长微微愣了愣 什么意思 启动引擎 停在车位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局长想了想 还是拿起电话吩咐了下去 局长打开了监控画面 随着警察身上携带的监控装置 传回了实时监控 车库里 警察把六辆豪车停回到了车位上 把他们的引擎全部启动着 发出低沉的咆哮 地面也是轻微的震动着 就在这时 忽然间在其中两辆车子中间 升起来一个大约有三米高 两米直径的立柱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在场的警察都吓了一跳 正在看视频的局长也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把视频暂停住 看向了我 我笑了笑 这就是共振原理 我从石玉亭说的车子响 想到的局长也笑了笑 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随后对我说 多亏了你啊 要不这样天衣无缝的结构 我们有可能不会发现 从而让罪犯逃脱惩罚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更大的伤害 我也是侥幸看过类似的书 所以才能想到 比不上你们警察经验丰富 即使没有我 最后也会找到实验室的 我连忙谦虚地说道 局长呵呵一笑 说道 既然已经找到了 我们就还是回办公室说话吧 我知道接下来的视频 应该是涉及到保密措施一类的 不适宜我这外部人员继续观看了 我随着局长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没等说几句话 电话就又响了 后来 电话就一个接一个的响个不停 后来干脆局长让我在办公室休息 他自己出去接电话忙去了 不知不觉我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一直到早上 我才被忙了一夜的局长叫醒 告诉我可以走了 外面有人接我 我走出了警局门口 看到了背对昭阳向我挥手的楚轩 我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全文完